是 长得不太像 说实在 我真是亲兄弟 真是亲兄弟 差50公分 对 你们俩拿什么证明 你们是亲兄弟 生不生吗 关键是你们俩长得也不像 因为他长得比较像爸爸嘛 我长得比较像妈妈 对 所以就不一样 你爸爸长得好委婉 你妈妈长得很刚强 开玩笑 开玩笑 真是亲兄弟是吧 对 外面的人吧 也在怀疑我们哥俩 到底他们兄弟俩是不是亲生的呢 这个也猜疑 那个也猜疑 这种流言蜚语 就是一些难听的话 很多很多吧 就是造成我们心里 从小也有一种自卑 感觉总以为自己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心里就是长期这么被压抑着 所以说为了解除他们的这个疑惑 100年的时候吧 就是做了这个亲子鉴定 结果你们是当之无愧的亲兄弟 对 结果正确的就是比起确实是亲兄弟 那你多大年纪呢 我28了 我28了 你呢 我26 小个的竟然是哥哥呀 对 对 我觉得亲兄弟可能是年龄差别比较大的 那父母那个是正常吗身高 父母都很正常 妈妈1米6多嘛 爸爸1米7多 除了你们俩之外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有啊 有 还有上头还有两个姐姐 对 那两个姐姐的身高也是 都很正常 就你们俩像他被突出的点 对对 突出的点 对 世界真奇妙 是不是有什么疾病引起 他1米96很正常 怎么可能是疾病呢 1米96不是2米3几 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对啊 您那样说打篮球的 那些打排球的 怎么算呀 都算有疾病啊 那像姚明那样 2米多的 那也大有疾病 他父母身高并不高 我觉得很正常 去年多高 我这两年一直都是这个正高 那他没长 人家很正常的身高 有一种比较巨人症 是因为脑锤体压迫的原因 或者生长激素过密的原因 过高 你这个 他人家这很正常 你的医生是职业敏感 看谁我都是病人 对吧 行 我们说说你们之间的事吧 什么时候开始显现出 你们俩的身高 这么大的差距 刚开始120的时候 就不觉得吧 那时候我还能欺负他 然后打他 你还欺负他 那时候我比他高 后来15年级之后呢 然后他就明显比我高 然后给我通级的学生 都比我高 就那个时候吧 我就觉得 我弟比我高 然后觉得吧 肯定是我爸妈呀 他都给他什么好吃的 让他长那么高了 所以嫉妒弟弟是吧 那时候有点 那你们俩在生活当中 分别的性格是怎样 我们互相说对方好不好 你觉得哥哥是什么性格 比较内向的一种 可能也有一点 但有一点自卑吧 因为就是这样的身高 然后跟他同龄人的个子 都比他高一头啊 然后慢慢地就形成 心里就有一种压抑 对对 压抑比较内向 然后就不太爱说话 然后一个人就是 很封闭自己的情况 那弟弟什么性格 我弟弟吧就是高大 而且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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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